大家好 这是5月23日的晚上7点 晚上8点钟 有很多餐厅老板说 这个开放现在并不意味着能生存 因为美国有30万的小企业 在这次疫情中是倒闭了 破产了 付不起房租 然后欠了一大堆债 美国确诊了1660345 治愈了335578 死亡了97555 病死率是5.9% 纽约是365139 死亡了28148 病死率是7.7% 新泽西死 153140 死亡了11082 伊迪诺伊是107,796 死亡了4790 加利福尼亚 92381 死亡了3727 马赛诸塞 91662 死亡了6304 病信法尼亚7109 死亡了5112 德格萨斯州 54776 死亡是1478 密西根州 54365 死亡是5223 密西根的病死率是9.6% 佛罗里达 50127 死亡是2233 马里兰州 45495 死亡2243 敲治亚 42242 死亡是1822 南德克塔 我现在所在的南德克塔 4464 死亡是50 病死率是1.1% 怀格营州 813 死亡是12 哈瓦以夏威夷 643 死亡是17 蒙大拿 479 死亡是16 现在蒙大拿是最低的 看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进入蒙大拿去 大家现在是先生存 然后后发展 就是生存放到第一位 生存是我们的第一目标 然后再想着更好的生活 去努力去学习 今天和老朋友联系上了 打了很多电话 通报一下加州 在加州州旧金山湾区 在洛杉矶的朋友 互通了信息 感觉到非常的愉快 就是我们的生活会 越来越好吧 越来越美好 现在美国食品与商业工人国际联盟发布记者招待会认为是小商业是隐瞒了新冠的数据工人要求恢复危险的薪酬 因为之前全美有68位杂货店的工作人员死于新冠 确诊的超过了一万 所以说现在是有3900万的美国人是失去了工作 所以进一步的变化会对大家都造成影响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